小美每天必须吃两斤肉,没有猪肉鸡肉也行,没有鸡肉牛肉也忠。 婆婆深知而惜的这个嗜好,经常早早地就去村里屠户家买肉。 今天婆婆买回几斤水牛肉和几斤牛下水。 当地人吃牛肉的次数较少,平时多以鸡肉猪肉为主,尤其是下水之类的杂肉他们不太会烹饪。 不过本着勤俭节约的原则,他们一般也不会丢弃,通常是买来和牛肉一起烹炒。 今天的水牛肉,肉质看起来比较老,水牛作为农村人家中的主劳力,通常壮严时他们不舍得宰杀,只有在年老体衰时才会被充分利用起来。 当地人的家中都没有冰箱,即便小美家经济状况在当地已是数一数一, 家里面也没有几样电器,他们储存肉类的方式一般就是悬挂在横梁上熏干,挑选品质较好的牛肉切成串,之后涂抹点盐巴或者食用油,悬挂在灶胎上的竹竿上。 牛下水和其他碎肉用镰刀切成大大小小的块吃掉,小美爱吃肉也擅长煮肉。 小美老公有才在外面工作见过失眠,加上公共又是退休的村长。 家中生活条件也是与众不同,不但拥有宽大明亮的灶台,而且油的用量也比别人家要豪横。 炒锅中加入大量食用油,撒入一把小茴香,爆出香味后。 将切好的牛肉和牛杂一并倒入锅中,油量太多难免会不小心溅出锅外。 还好小美早有预料,随后炒锅重新架在炉火上,再次补充上一些食用油。 牛肉在锅中煸炒出水分后,撒上两勺咖喱粉提提色,接着还要继续煸炒出香味。 请继续观看。 小美爱吃肉,也擅长做肉。 只要小美在家,主厨地位一般不会动摇。 牛肉牛杂用油煸炒,使其失去水分后,撒上一把野山葱。 提前砸好的大蒜咖喱生姜糊,一并加入锅中大火炖煮。 当地的这种土生土长的水牛肉品质较好。 烹煮时不需要加入复杂的调味料,它们追求纯天然圆生态的口感。 牛肉煸炒到七八分数,撒上一勺食盐,倒入半壶开水。 盖上盖子,大火炖煮上五六七八十来分钟即可出锅。 牛肉煮好后,重新起锅加水。 随后在锅中咬上几勺荞麦面粉。 平时小美家以米饭为主,最近小美胖了不少。 所以婆婆建议她以后多吃一些粗粮。 这种荞麦面粉用水煮后会变成棕色。 特别粘稠,烹煮的途中需要用木棍反复不停地揣搭搅拌。 这样不但能防止粘锅,还能使面团吃起来劲到爽滑。 婆婆显然有些失手,今天煮的面团略微有些软,不像其他人家煮的那么筋道。 煮好的荞麦面团产在盘子上,配上一勺咖喱炖牛肉,便是一家人的午餐。 这种棕色的荞麦面团,其实并不难吃。 咱们很多北方地区人们也喜欢食用。 一家人围坐在炉火旁,用手捏上一块面团配上一块牛肉。 吃的也是津津有味,让我也忍不住流起口水。 这种面团一定要趁热吃,凉了以后会变得格外坚硬,难以下眼。 小美一边吃饭,一边看了看时间。 因为下午老公有才会从镇上回来。 有才前几天去印度旅游,打电话说给小美带了一些好东西。 小美心心念念盼着有才快点到家。 饭后,小美还特意换了身心衣服,来到村口接有才回家。 并且还特意向老公展示了一下自己的花衣服。 要我看来,这身衣服要多俗气有多俗气。 不过,小美却格外喜欢。 还特意向有才展示一番。 咱也看不懂咱也不敢问。 只要有才喜欢就好。 请继续观看。 小美迎接老公有才回家。 高兴的手舞足蹈又蹦又跳。 有才单位组织去印度旅游。 她知道小美爱吃,所以特意带回来一样好东西。 就是这种风靡印度街头的金黄色咖喱翠球。 今天,有才知道小美一起做来吃。 作为印度街头最知名的小吃,这种翠球我们平时见到的都是圆滚滚的模样。 在油炸之前居然是这种扁扁的薄片,看起来有点像虾片。 小美按照说明书,先在锅里加入半锅油。 接着金黄色的薄片加入锅中,受热后瞬间便会膨胀起来,变成这种圆滚滚的模样。 这种膨胀度比咱们早餐吃的麻园有过之而无不及。 翠球全部炸好后,看起来色泽金黄,勾人食欲,让人垂涎欲滴。 现在还不能直接吃,需要再洗上一锅土豆。 洗锅的土豆放进锅里,架在炉火上煮上五六七八十来分钟。 蒸软煮熟后的土豆,去掉土豆皮捣烂成泥。 再切两头洋葱水,和倒好的土豆泥放在一起。 撒上几粒味精和自带的调味料以及咖喱粉。 最后撒上一把食盐一起搅拌均匀。 泼上少许食用油揉搓。 另取一个平底锅,倒入半锅清水和翠球自带的独特调味料。 加入味精食盐小茴香,咖喱粉和白砂糖。 如果有柠檬的话,最好再加入一些柠檬汁。 这种风靡全印度的独特小吃。 老公有猜到印度后,便不由的喜欢上了。 这种街头的翠球特别便宜。 翠球皮薄内空。 食用前需要塞入刚才调好的洋葱咖喱土豆泥。 接着灌入一些柠檬汤汁。 吃翠球嘴巴一定要足够大。 最好能一次性完整塞入口中。 酥脆的表皮。 软糯的土豆泥。 配上酸爽略臭的柠檬汁水。 让人从上而下畅快淋漓。 这种外来的小吃。 是当地人从来没有体会过的新鲜食物。 不知道翠花加什么时候也能吃上一次。 让翠花的孩子们也体验一下这种来自印度风靡全球的翠球。 感谢观看。 谢谢关注。 下期更精彩。